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股代号0007 要小心哦 它的炒作意味非常浓厚 很可能你会住套房哦 让我们来小聊这三家公司吧 今天我们来聊的第一家公司 Tankor 马股代号2429这家公司 全天收贷52周最高 是升了0.045或者是27.27%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今天它的成交量呢 是过去30天来最高的 达到了165个million 然而它issue的share也是非常多的 达到了1561.59个million 相等于它接近10多%的share是被transaction了 而且呢 它的52周新高呢 也是0.21 而52周新低呢 是在0.035 这家公司呢 还是长期是亏损状态的 ROE是negative 8.05 P Ratio是negative 22 Earning Percent是negative 0.97 然而这家公司呢 因为在property的这个sector的关系 所以它MTA呢 比较好一点 每股达到了0.12 然而这家公司呢 就像我所说的 炒作意味非常浓厚 如果你要拿这种公司来做长期投资的话 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呢 我自己觉得 最近如果还有炒的话 它可能还会在明天和来临的8.1 还会继续炒作 然后就跌了下来 所以呢 如果你要长期持有这样的公司的话 是非常危险的 接下来呢 第二家公司就是EURO 马股代号7208的这家公司啦 这家公司呢 今天呢 突然在后面的时候 突然起了起来 而且呢 它起了0.15 或者是21.68% 收在0.87% 全天最高是0.94% 全天最低是0.71% 而交易量也是非常的高的 达到了166个million 它EURO的share呢 只有801.9个million 也就是将近八分之一的share 是被transaction了 而它52周的价钱呢 最低是在0.467% 最高是在5.76% 这家公司呢 最近是有赚钱的 但是过去的记录呢 是偶尔赚偶尔亏 所以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它的R1呢 连续四个记录相价是 7.59p ratio呢 是135p ratio 是非常的高 它的估值 Earning percent是0.64% 然而这家公司的MTA呢 只有区区的0.0843% 所以呢 到底是它业绩 即将出来的业绩会有惊喜呢 还是它要筹钱了 就把股价拉高呢 那么我们就让时间来证明吧 而且要提醒大家哦 它也是一家非常危险的公司 如果要长期持有的话 请考虑清楚 最后一家公司呢 最近炒作意味 也是非常浓厚的 据PUC马股代号 0007 007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呢 过去有非常多的消息啦 还是怎样 但是股价会上 但是业绩表现 依旧在亏损的状态 今天呢 它就收在了0.19 是起了一分钱 或者是5.56% 全天最高0.2 全天最低0.18 52周股价表现 最低0.095 52周表现最好0.32 而它是亏损的公司 所以ROE呢 是negative的28.35 P Ratio是negative 3 Earning Percent 连续四个季度相加是5.84 虽然 虽然这家公司呢 NTA是每股达到了 0.2060 这样子的 但是呢 其实它的状况 并没有非常的好 它所做出来的一些technology的东西呢 一些software呢 并没有受到很大 并没有为公司带来盈利的表现 所以呢 它的整体来说呢 就是短期投资的话 赚个一两分钱走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你要长期持有它 回到三毛四毛 或者是突破一块呢 或者是太有收入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过去的几年呢 它所交出来的都是retain loss 也就是一直的不断的在亏钱 的那一面是比较多的 所以要长期投资这家公司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这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买卖要致富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的视频的话 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 能够在股市赚到钱